其实这一台车实车挺好看的 它是一个6倍型的SUV来的 然后选都是无框车门 整个线条我觉得看起来很饱满的 而且G6它的目的性很明确 它就要对着特斯拉的MOTOR Y来挡的 所以它的长宽高走率什么的 你会发现跟MOTOR Y是很接近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呢 它虽然都是一个五座的SUV 但是我觉得它跟G9很大不同的地方 而就G9不是单纯我长一点点而已 而是它那种感觉就是我要享受里面车厢的氛围 我真的会做一个奶爸 那是个大五座的SUV 然后这一台车我觉得它会紧凑很多 就那种小年轻拿去用 你会觉得所有东西舒服好看就OK的 所以两者定调是不太一样 而且它是对着MOTOR Y去做 所以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重点摆在 它跟MOTOR Y到底两个产品 是什么样定位的这件事上面 然后小鹏就是擅长去做MGP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把重心 摆在它的驾驶辅助这上面 看一下这个新停台的第一款车 它能做出什么样的水准 其实昨天呢小鹏办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赛道对比 就把这一台车跟MOTOR Y都摆在 赵庆那样我们去开了 然后突然效果呢非常的喜悦 就是我应该会觉得 MOTOR Y那台车更加的好开就包括它转向的手感 底盘的响应这一些东西给到你都是快乐的 然后开G6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其实车型新嘛 其实它整个底盘 然后机械的部分呢它都是有优势的 它其实电子系统的干预不多啊 然后PS EV这套轮胎你知道只要不是雨天 其实这套轮胎真的抓地力挺棒的啊 在这种状态下面你会发现 这个车动态挺好但是从转向就从这个方向盘得到的所有信息呢都不是一个喜欢开车人想得到的信息啊 就这种状态所以你没办法从这个方向盘转向这一部分得到快乐 所以两台车摆在一起去对比我就觉得 其实如果你在赛道里面开不是说拼绝对的圈速啊 那种状态下面我觉得Model Y会更加的好开一些 然后这个呢会更平淡一些 主要的问题是在转向的信息上面 但回过头来想好像就有点没什么毛病 我现在在市区里面去开 我觉得这台车走烂路的保佣度OK啊 车是挺舒服的啊 开起来你会觉得挺顺手的 但它不会是一台让你觉得我需要从它身上得到运动感的一台HV 哪怕你在外面看它是个溜背的造型无框的设计 东西都挺好看的 看起来还蛮运动的轮毂也挺大 但实际上它就不是一台让你说在赛道里面开快乐车 所以我认为它昨天做那个对比呢 只是让我觉得Model Y好开 这个车可能就是东西机械的部分是新而已 没能突出它真正的重点 因为它真正的重点我觉得小鹏都是把心思画在NGP这上面 然后呢我刚刚开过来的时候 我试了一下高速部分的NGP 其实它出现效果我觉得没有说太惊艳 因为基本上高速路况的都会比较平淡 就大家都变道超车 可能三台车并成一堵墙 然后让你去超车选择车道 其实这一些动作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基本上都能应对的 就刚刚开过来就没有出现有施工物断 我就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大部分的路况下面你都会放心去用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大的瑕疵 就它的策略可能有点保守 就前车如果轻轻压点那条行车线 它就可能会刹车减速 然后慢慢判断完对方的意图以后 它才往前走 可能这一点有小瑕疵 但我始终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后面依靠数据去迷捕的 所以问题不太大 但没有什么大的惊喜 城市NGP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然后刚刚我们就是从中山大道 黄埔大道跟科运路这一段路去测试NGP的 其实这段路你知道交通流量有多大路况有多复杂 我觉得基本上就已经能呈现出我们中国特色的路况了 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觉得比较满意什么呢 就第一个 它对于信号灯的判断做得很准 它会通过你走的车道 包括你的导航路线 它知道你要看的是哪一个信号灯 那这个会让你觉得用起来很放心很舒服了 然后它会有预判性 就比如说我前面已经是红灯了 然后前面的车都在往前挪动的时候呢 它不会太猛的去加速 反正整个体验感它会更加像是一个朋友在帮你开车 你会觉得是安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底层策略我觉得做的是比较的保守的 因为它一定要以安全作为基础吧 所以你在路上如果你在路边遇到有一个临停的车辆 它会把车速先降下来慢慢去观察路边的状况 它才去占用旁边的车道往前走 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舒服 包括有电动车例行话说 占用你小部分车道的时候 它都会这样子做 所以这是一些比较小心翼翼化说 让你用的放心的点 特别是刚才我在走那个科运路转中山大道的那个路口 你知道其实很多电动车 然后呢它中间也没有标线 对面还有车要过来 这种比较复杂的路况下面 它能够自己判断自己的一个行驶轨迹 虽然还是比较生疏 但是起码你会觉得用这个系统 它能看到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是安心的 所以这种高难度的状态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觉得剩下的就是样本的问题 如果样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 我觉得慢慢的这个系统也会越来越成熟 这是我的感觉 但是有些点呢 它就保守的有点过分了哈 比如说啊 这台车如果遇到洒水车的话 那基本上是过不去了 在科运路不可能过得去了 车流量太大了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呢 它在遇到加塞的时候 它是很保守 但它基本上都会里让别人过去 所以可能这一部分呢 会跟你导航的时间会有点差别 那我始终觉得啊 这些小的细节呢 真的会随着后面数据 慢慢的样本更多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一些驾驶习惯的问题 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有中国特色 这台车的MGP呢 我觉得还有些策略要改善的 因为我觉得它做的很安全很保守了 但实际上呢 它有说变道化 说做弊样的动作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后车 虽然说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安全风险 但是确实看起来有点不太礼貌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真的要慢慢去细化改进 我觉得安全肯定是第一 但是礼貌呢 也是行车闻名的一个规章来的 好了XMGP了解完了 是时候看一下这一台新的G6啦 其实这一台车的话呢 我觉得充电也算是它的一个优势 因为800V这样一个架构下面呢 充电的效率会提升很多 其实以平时我们就第三方的充电桩为例啊 基本上呢就是120千瓦的比较多哈 这种状态下面我们平时开一些 不是800V的一个车型过去 你基本上就跑个90千瓦左右 那如果你开着这台车去呢 基本上第三方都能跑满到120千瓦 所以其实它的充电呢还算是比较快 如果你要用它们的那个S4的一个充电桩 无机会更快 因为它们给出来的slogan呢是 充电10分钟可以续航有300公里 那等于充一半了 所以这算是一个优点来的哈 而刚刚它们也做了一个对比的测试 就大家都在第三方的充电桩下面哈 它跟Model Y去比的话 Model Y可能跑个90千瓦左右 这个可能跑个130 差不多140千瓦 所以真的这个800V的一个架构 可能平时不会太察觉有什么样的优势 但是在充电话 所以在能耗的部分呢 你就会发现好像是有点料 所以这个车你真的要充电的时候 才知道好的点 原来是在这 动力这部分呢 这台车肯定会快 因为现在电车马力都不值钱了 其实它会分两个驱动方式 一个两驱的就218千瓦 然后四驱的呢可以做到358千瓦 反正都很快 百公里加速最快 就我现在开这台车可以做到3.9秒 我觉得太快了 其实平时在四驱开 我时空还那个理念啊 就是5、6、7秒左右 已经很爽了 没必要追到2、3秒的 所以我觉得两驱的版本 218千瓦 够用了哈 然后你配一个755公里的 那种长续航的版本 我觉得是这一台G6最好的一个呈现 就充电款 然后电量大 然后你车已经贵快了 200多千瓦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车 就不需要太快的 因为它从底盘 从转向给到我们所有的信心呢 它都不是一台抢坏的车 也不是说 以弯道为乐趣的一台车 它是一台城市通勤 让你觉得开起来舒服的车 说到好看这东西 其实我真的没有见过新的小朋友 能做到这样一副内饰 我是没有这个预期 但确实它看起来是很舒服 就是颜色的搭配 包括这一些四条的一个装饰出来的氛围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之前没见过 感觉是挺好的 然后后排的座椅呢 哪怕是我18的身高 这样一个驾驶坐在这 你坐在后排 你都觉得空间很充裕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点是在驾驶辅助 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才能体现出这台车的价值 所以这个车呢 是一台我认为是坐着挺舒服 看着挺舒服 或者说用驾驶辅助挺舒服的一台车 它不是一台抢速度的车 所以摆在赛道里面说都对比 我这事情没想到 为什么呢 接开了两天的G6以后呢 我觉得这一台车跟Model Y 他们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车心有好处 同样的尺寸规格下面 它做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内装的空间 利用绿啊这是一个好色 而且相对于Model Y来说呢 它的内饰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感性一些 因为那里面 你会觉得用料啊 设计啊 颜色的搭配 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那个会很简单 这是两个差了年代感 上面差了点 其实两台车 在驾驶辅助上面都有各自的优势 然后这台车可能把重心都摆在城市的NGB上面 你会觉得有价值的点在那 然后呢 这台车其实日常去使用的话 我觉得更多了就是那些在市区用贴心的 比如说 NGP 然后日常去用会觉得很舒服 这是它的一个卖点 其实我觉得说太多没用 因为尺寸都摆在这 最后那个价格 如果价钱上面G6有优势的话呢 我觉得这台车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新的状态下面 它没有什么理由会卖不好 当然如果让你在重价格里面去选 我很想知道 你还会选择Model Y 还是说觉得G6会做的更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